来到欢联受风乡的丰田火车站 满满的抗议标语被乡民挂在墙上 乡长气氛的跟台铁或是铁路改善工程局抗议都没用 职业交通部未来既然要废站 为何还要花四千多万来进行拉皮 他们往后会废站会变成一个招呼站 那我们认为说你花了这个四千万的预算 在没有几年就要废站 那是不是有浪费公堂的嫌疑 所谓招呼站就是不需要购票 遇搭乘火车的民众只要到月台上车补票就好 下面质疑这样何必浪费四千多万 不如将丰田车站往南移六百公尺 以免阻碍地方发展 不过铁路东部改善工程局却认为 牵液车站经费可能会花费更多 由于双方意见没有焦急铁工局副局长表示将会将乡亲的意见带回局里开会讨论 至于丰田站未来到底会不会费站 铁工局表示并非他的全责 而四千多万的拉皮工程已经发包 将持续进行不受影响 让寿风乡民感到相当生气 不排除发动大型的抗争 集中佳凯 欢迎报道